如果吃鸡加入空包弹会怎样? 一位粉丝朋友这样问道 空包弹是指只有弹壳、少量装药和敌火的子弹 只有近距离有杀伤力 远了不会有任何伤害 如果吃鸡有一定数量的子弹是空包弹 游戏会怎样呢? 1.单挖鞠凉了 为什么所有武器中只有单挖鞠凉了呢? 那是因为两点 1.单挖鞠是用来打远战的 如果碰到空包弹 那就完全没有伤害了 2.单挖鞠的设计间隔太长了 如果一发是空包弹就要浪费很久 有可能你明明瞄准了敌人的头 可打出去的却是空包弹 再等下一发的时候敌人都跑了 因此单挖鞠将没有人会用 2.弹容量高的枪增强了 弹容量高的枪最主要就是机枪 其次是PP19、货容后的套姆菌、步枪等等 假如空包弹的概率是20% 那么步枪就有8发空包弹 能用的子弹有32发 还是够用的 而那些弹容量本来就很少的武器 去除掉空包弹就更少了 所以全体弹容量高的武器都被动增强了 3.吃鸡神运气游戏 现在都是实弹的情况下 刚枪赢了就是本事 没有运气成分 可加入空包弹 那么万一你实力很强 运气却不好 连打的几发都是空包弹 敌人虽然弱 但连打的几发都是实弹 这样谁出谁赢不用想都知道 吃鸡不仅靠实力还更靠运气了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加入空包弹怎么样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